第三動作是鄧手 發手 雙攤一伏,雙鏢一伏,半鏢一伏 在動作中,鄧手的要力就是 鄧手的時候,我們用到串徑 不用一開始發力,而是到差不多到盡的時候才發力 這個鄧手的作用,可以起一個防踢的作用 當下面受到攻擊的時候,可以用鄧手 然後斬手 再加上轉馬,可以作為消解對方的腳的踢 一伏手 下面是雙攤,兩隻手,攤手 這個攤手也是注意 雙攤,要盡量歸中 然後雙伏,兩隻手,伏手 伏手的特點就是,伏到一隻手,平就行了 不需要太落,不需要伏到太落 然後,我們泳春拳打起來,要求的位置,我們出手的位置 越少就越好,只要有效擊倒對方,或者防守已經足夠了 位置不需要太過分 不需要伏到太低,不需要伏到太低,不需要伏到太低 因為伏到太低的話,要伏到太低的話,就能夠伏到太低 因為伏到太低的話,無形中央把我這個位置,暴露在這裡 我們夠都夠不及了,因為一伏到太低,整理就能夠伏到太低 但我這樣的時候,你上吧 我立刻上,是很快的,距離很短的 但我已經足夠了,所以伏的時候,伏到平,已經足夠了 第二下,再一錶,這下錶,我作為引手 剛才有下速到盡 這下呢,將它引一引 就練習我們在這個平時實戰的時候,將它 這個耳架,連針,將它引一引,聲東擊西,或者引一引 引一引,然後再伏,收拳 這個收拳,注意,我們收拳的時候,盡量收拳之後 把拳盡量高,盡量厚,把它夾在兩邊,不要將它隔開 要將它夾住,又不要將它放得太低 這樣,要將它收起,保持我們的手的緊張性 這裏又不是說放鬆,而是將它緊,不要太出 這樣就對了,盡量厚,盡量高 無論在演練過程當中也好,練習過程當中,打套路也好 收拳也要收到最後,這個收拳 好,趕快 太難了 是 我們